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說臨時抱佛腳,你問我,我還問誰咧 就很奇怪,有些人,你看到就是沒辦法救 他說我都這樣,你不救我 不是我不救你 我沒有理由救你 你就沒有那個本錢,我怎麼救你 所以本錢是誰要去嚇那個 自己啊,對不對 所以我就警告有些學員 就在慢慢等,我不知道你在等的什麼時候 你非要等著天地掉下來一個你不想要的禮物 洗禮在你的面前 到時候再來說,導師救我,我也沒辦法救 導師,我不會的,我現在 說風是風 說雨是雨 簡稱,我現在簡直是可以呼風喚雨 我很難想像你剛剛講的境界,不可能 有沒有這種學員 我告訴你,大有人在 但是每次來求我的學員 他在兩個禮拜,三個禮拜前 他也沒想到他有那一天 在是不是 是 想清楚 你怎麼敢大言不慘的說 我現在 你說你的吧,我有我的規劃 所以我不再講嗎 當人,你越多選擇的時候 你就會越容易偏到 是還是不是 你越是沒戲唱就像史丹利 2016,沒戲唱的時候 你偏吧,你偏去哪裡,偏不到了 對不對 乖乖的如法實修就過了 所以這就是天經地義的道理 但是人卻總是在得意旺行之後 失去了許多 那人為什麼會得意旺行呢 因為他有太多選擇 他不認為你的道要放中間 擺最重要的位置 所以 是不是都是自己的抉擇 是 是 所以這一切的一切 當你的智慧提升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同誠的一切都如幻化的一片虛煙 一吹就散了 只有你的時修時練 進入到你的靈魂記憶體 那才是算你的紀錄 你的本錢 所以不管你是做好事壞事 XYZ事 你都要搞清楚 你為什麼要如此的做 而這個做不是說你只有在動作中喔 你的做是包括你心中所想 你的決定喔 你為什麼要這樣的決定呢 明明是有條條大路到通羅馬 你不要 你竟然就是小門小召那邊 跟自己過不去 可不可惜 可惜 誤知者無罪 但你知者 你還要去犯 代表什麼 故意